好 我们回来 然后刚才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这个例子我们稍微回顾一下 这个例子非常简单 就是首先使用Broster router 然后src.app.js拿了root和link 然后添加了组件 配置1 配置2 配置3 这个东西我们先把react里面 这三个件先用一下 你知道语法什么样 因为view里面好像也有类似的东西 大概你看完以后 知道它里边基本就像摆积木一样 你至少得知道有哪几块积木 好 下面我们来开始做一点有意思的东西 首先还是说内容 Broster router Broster router的特点是基于html5的history API 它其实是基于history做出来的 这个回头我们后边会再给大家说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就好了 然后它使用pass来呈现 而且它是不刷新时 你看刚才跳来跳去的时候 它不刷新的时候 服务器不会获得请求 也就是说服务器根本不知道你浏览器端在干什么 也就是说刚才那几个组件一次性的全部都发在 发到那个浏览器端了 然后在浏览器端在点不同的路由的时候 其实只是在root上挂载不同的组件 它显示或者是不显示 所以其实来讲这个东西跟服务器之间没什么关系 刷新的时候呢 服务器会参与 服务器会跟着配合 就是如果你刷新网页了 OK那它会重新再请求 把所有的组件再拿回一遍了 然后还有一个叫hashrouter hashrouter呢 它利用的是location.hash 然后呢 它页面也不刷新 而且它刷新的时候 服务器也不参与 它那个东西全部都是在 从hash里面出来的 从location里面出来的 那么第三个呢 叫memoryrouter memoryrouter的话呢 它其实不太像一个web方向的 那么web端的这么一个router 那么它的路由状态呢 保持在整个内存中 而且确切的说是保持存在道目中 所以刷新即消失 它只要一刷新 它的路由就没了 它路由信息 就全部整个历史就丢失了 所以呢 它一般用于非浏览器的环境 那么如果说我们比如 有一个hybrid的这个方式的这种 使用的情况下 那我们可以去 在非浏览器 那个情况下来使用它 那么浏览器情况下 一般我们不用这个东西 好 这大概是三个router 那个什么 h5底下一般来讲 我们都用这个browser router 然后底下说这个动手实验的三和四 我们一会说 就是路由的时候呢 会有两个东西 一个叫要要求简单的传递参数 简单参数 而且要求传递这个参数 并且接收参数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东西怎么做 首先是说什么是简单参数 就是竖啊 字不串 这种东西叫简单参数 你要给它一个object 这个不叫简单参数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码 好 在这的话呢 那么我们 先看一下怎么传递参数 那么我们在这 新建一个folder 03 好吧 03的话呢 03的话是这样 我们首先呢 还是建三个这样的类 因为这个类呢 我不想让大家乱 我想让这个大家以后复习的时候 看起来容易点 所以你要配置 我就再敲一遍 配置1.js 配置2.js 配置 3 3.js ok 那么1呢 还跟这个1一样 我们就直接拷过来就完了 好 3呢 也跟原来的3一样 对吧 我们拿这个Ctrl C Ctrl V 好 唯独到2的时候呢 我们稍微有点变化 因为1和3 我们不再接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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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不接收参数 我们在2里面接收参数 那么2里面接收参数的时候 那么2呢 会有一点变化 那我们也先把2考过来吧 考过来以后呢 那么我们在2里面 要接收参数 那么2里怎么接收参数呢 在这个地方的顶部啊 其实那个参数接收进来的由 由哪几个东西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在这 console .log this.props 好 我们先看一下 看一下一会儿 我们就知道 然后呢 在app这个 这个app这个地方 我们把整个这个路由改 因为02我们已经保存了哈 现在是03了哈 把这个去掉 这个里面我写一下 就是 如何 在路由中 传递 简单的 参数 好 我们要看一下 如果传递简单的参数 那么在这儿呢 这个还是刚好 那么我们就改配置2 那么在page2的这底下呢 我们希望有三个参数下去 有三个参数下去的话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会把这三个参数就打在这里边了 比如说我们有需要三个参数 这个是id 第一个是id 那么这是我们就叫例子 通过配置 通过路由 向 向哪去了 诶 像 配置2 传递三个参数 这三个参数分别是id 姓名 或者我就打英文name和description description就是说描述 好 我们就就用这三个 那么第一个呢 我们在这传递id 第二个呢 我们在这传递name 第三个呢 我们在这传递description ok 那这三个传递完了以后呢 那么在这儿我 做这么一个链接出来 那么第一个链接呢 我们想传递一个什么 比如第一个我们就是id叫2 然后呢 这叫张3 然后呢 关于他的这个description呢 就是呃 比如关于张3的故事 我们就 ok page2 然后我们给他加一个叫张3 然后同样这边呢 我们再加一个 比如第四个 第三个 这叫李四 李四怎么出来了 关于李四的故事 这儿呢 再加一个 五 王校长 然后关于 关于王校长的故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来讲 这个link 其实和pass 可以不是一一对应的 这个东西来讲 就是他这个tool的时候 你点击他的时候 他容易设定一个UIL 然后到底 他去匹配就完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什么样 现在呢 这个ear就变成 出来就是这样了 你看张3里4 那我在这点 哎 他们点 哎 这还是为什么 还是page呢 对 因为我们刚才在render里边 啥都没写 传进去的参数 没接 我们只打了一个console 还记得吗 所以在这 我们要把这个东西 呃 看一下 啊 这是 这是那个 那个 那个lint 给的那个 什么 什么 这个没用 那个没用 OK 别理他 哎 等会 这个代码难道没保存吗 呃啊 这边 这个app里引的是2 不是 要引3万年价里的 好 这个时候 你看我点2的时候 他出了这个东西了 那我们把它打开 我们会发现 这里有一个history 因为你现在打印的是promise 也就是他其实能拿到history 这history我们先不管啊 然后剩下的有一个叫match 我们把这个match打出来 你可以看到原始的pass是什么样的 他要的pass是什么样的 以及pass说的parameters在哪 所以你要找到他的match 也就是match找到了以后 这有pass 这有url url是当前的url 以及pass出来的结果 所以这里面的参数 比如id是多少 name是多少 description是多少 是不是直接props.match.parameters 就能出来 如果这个大家不那什么的话呢 我来给 我把这个打得再明显一点 第2 m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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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eters params match parameters 你看吧 那么事实上在这 你能看到 就是这个id name description 其实要什么有什么 那我们现在如果知道 他要什么有什么以后 那么我们想把它显示出来 怎么显示 这就是id this dr props dr match dr prameters dr id 那么第二个呢 是叫性命 this dr props dr 第3个呢 是描述 第三个呢 是描述 啊 description 呢 我真打错了看出边 description 看一下怎么写呢 嗯 description对 好刷一下我们看看出的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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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都能出来吧 一点都能出来吧 要哪张有哪张吧 OK 那么在底下呢 这也出来了 那么你如果点这OK 那么这个事情就OK 所以来讲呢 那这个就是说如何去传递参数 我们来看下 ppt 呃 如何去传递参数呢 那底下我们刚才讲到了一点叫做精确匹配和不精确匹配 所以在这里面 其实你当拿到props的时候 你拿到match的时候 你会知道里边的原始url是什么 pass是什么 而且你跟它匹配不匹配这个事情 你都能够知道 能够搞得清楚